今天我们这个影片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周年运动 什么是周年运动呢 这两张照片是同一个地点面向同一个方向 在不同季节的相同时间 我们可以注意到我们看到的星空是不相同的 我们再用这个例子来看 相同时间都是每天晚上十点钟 日起我们每隔一个月望向北方的天空 你有没有注意到 天上的恒星随着不同的日期 它的位置是会改变的 位置的改变你能不能观察 它其实是很规律的 是不是看起来也是绕着北极星为圆星 然后是由东向西 一年它会绕完一圈 一年后这些星座这些恒星 又会回到相同的位置 你再仔细观察一下 这样的运动我们称之为叫做周年运动 我们来想想 那为什么天上的星体会有这样规律的运动呢 为什么随着不同的日期会改变位置 一年后又回到相同的位置呢 如果是你 那你联想到什么 你有没有联想到 地球在公转一年后 地球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所以星体的周年运动 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跟地球公转有关的 好 我们来看这张示意图 我们由北极上空往下看 地球自转是逆时针的方向 地球上黄色箭头这个位置 这里的人 极为遥远的假恒星 出现在他的头顶 同时黄色箭头的位置 刚好是背向太阳 他的时间应该是午夜24点 这一天 黄色箭头的人 时间是午夜24点 他可以看到 这一颗遥远的假恒星 刚好出现在他的天顶 地球会绕着太阳公转 由北极上空往下看 公转的方向也是逆时针 所以想象一天后 地球公转来到了这个位置 因为假恒星极为遥远 所以就算一天后 我们看到假恒星的光 应该跟前一天还是平行的 所以一天后 在黄色箭头位置的人 可以看到假恒星又出现在天顶了 好可是你仔细看 那黄色箭头这里的人 时间是午夜吗 好所以我们把第二天午夜表示出来 正对着太阳是中午12点 背向太阳这里是午夜24点 所以你可以发现 第二天来到黄色箭头这个位置 并不是午夜 那么是午夜前还是午夜后呢 不要忘记地球自转是逆时针 所以黄色箭头是比24点还要早 早多久呢 在这张图上我们用简单的几何 两平行线被一线锁结 所以这两个角是同位角相等 那这个角是几度呢 地球绕太阳公转 转一圈需要一年365天 转一圈360度 所以一天大约转的角度是0.98度 我们四捨五入用一度来思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角度也是一度角 那么从黄色的箭头来到午夜24点 这是地球自转 地球自转一度角 要花多久的时间呢 地球自转一圈360度 要花一天24小时 24小时也就是1440分钟 所以用简单的数学一算 你就可以知道 那地球转这一度角 需要花四分钟的时间 所以也就是说 一天后同样是假恒星 还是一样要出现在相同的位置 在天顶 应该要比前一天要提早四分钟 也就是说 如果第一天 你是五夜24点 看到假恒星出现在天顶 那隔天你必须提早四分钟 也就是11点56分 你就可以看到假恒星出现在头顶了 好 换一个方式来描述同样的事情 如果一天后 同一个时间都是午夜24点 那么恒星出现在天空的位置 有什么不一样呢 第一天的午夜24点 假恒星刚好在头顶 来到第二天 午夜24点 头顶要偏西一度角 我们才能够看到假恒星 所以同一件事 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方式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一天后相同的时间 恒星的位置会偏西一度角 那一个月呢 如果一个月用30天来算 所以一个月后相同的时间 恒星出现的位置 应该要往西边偏30度角 一年12个月 一个月30度 12个月那就360度 所以一年后 同一时间 恒星就会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介绍完周年运动了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练习 这个题目 在我们上一个周日运动的教学影片 有做了这个练习 还记得吗 答案是多少呢 这个题目 是同一天 几点钟的时候 同样的星 北斗七星会出现在V位置 同一天的不同时间 星体的四运动 是因为地球自转 所造成的 周日运动 周日运动 天上的星体 应该是由东向西 一小时15度角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圆星 就是北极星 面向北方 那右手为东 左手为西 天上星体的运动 应该是由A向B 同一天 周日运动 一小时15度角 所以60度角 应该是要花 四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说 B要比A晚四个小时 好 这是上一次 周日运动 我们所做的练习 我们再来看 另外这个题目 如果我们问你 哪一天的晚上八点钟 北斗七星会出现在 V位置呢 同样都是晚上八点 他问哪一天 所以已经是不同的日期 不同的日子 地球绕太阳 已经公转到不同的位置 所以我们看到的星空 也就会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问题 要考虑的就是周年运动 来你自己练习看看 你认为答案大约是哪一天呢 同一个时间都是晚上八点 我们刚刚说 周年运动 天上的星 应该会以天北极 跟天南极为中心 每一天要向西一度角 B在A的西侧 所以应该是比较晚的时间 B跟A相比 相差六十度角 所以应该是相差六十天 大约两个月 大约就是十二月二十八号 所以这一题单纯是考虑周年运动 我们再来练习一个题目 你按暂停 自己想想看 把周日运动跟周年运动 两个概念都运用在这个题目上 你就可以做出答案 自己试试看 题目问晚上十点 所以时间不一样 要考虑周日运动 他又问你哪一天 日期不一样 地球已经公转了 所以要考虑周年运动 所以这个题目呢 要同时考虑周日运动 跟周年运动 我们一次解决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考虑周日运动 因为题目问你晚上十点 所以我们先把时间 十月二十八号的晚上八点 变成十月二十八号 晚上十点北斗七星的位置 同样是十月二十八号 晚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相差两个小时 天上的星应该要由东向西 三十度角 所以把A位置的北斗七星 往西三十度角 来到西位置 这应该是十月二十八号的晚上十点 北斗七星的位置 好 时间都是晚上十点了 所以哪一天 北斗七星会出现在B位置呢 时间都是晚上十点 日期不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周年运动 周年运动 周年运动是一天天上的星要向西一度 所以由C到B的位置 还有三十度角 所以大约就要花三十天的时间 也就是大约一个月 那B在C的C称 所以应该是要晚一个月 所以答案就出现了 是11月28号左右 我们由这里来延伸出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就是什么是一天呢 大家都朗朗上口的说 只要地球自转一圈 那就叫一天 问题来咯 地球要怎么样才算自转完一圈呢 地球并不是原地不动在自转的 地球一边自转 一边要绕着太阳公转 到底要怎么样算 才算它地球自转一圈了呢 我们有两种不同角度切入的描述方式 一个是以极为遥远的恒星当作参考点 对远方的恒星来看 地球自转完一圈 这样的一天 我们就称之为叫恒星日 另外一个呢 是以离我们很近的太阳 来当作参考点 以太阳为参考点 地球自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一个太阳日 好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刚刚的这个图来看 地球观察者 在这个位置 我们称之为叫A 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称之为叫B 地球观察者在这里 我们称之为叫做C 如果以极为远方的假恒星当作参考目标 那你可以发现 A的人看到假恒星在天顶 地球自转一圈 来到了B位置 又再次看到假恒星出现在天顶 所以以遥远的恒星当作参考 假恒星在天顶 A到下一次假恒星又回到天顶 B 那就可以说是地球自转一圈 这样的一天 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恒星日 那么再换一个方式来看 如果以太阳当作参考目标 那你可以发现 A这个位置的人 现在刚好背向太阳 地球自转 来到他又要背向太阳 是在C的位置 所以以太阳当参考 地球从背向太阳的A 转到B 还要再来到C位置 才又再次背向太阳 所以从A转到B 再转到C 这样的时间 才能够叫做一个太阳日 好 结合刚刚所说的 所以想一想 一个恒星日跟一个太阳日 谁时间比较长呢 它们时间会相差几分钟呢 好 刚刚说 是不是从B到C 角度是一度角 所以从B到C 地球自转 还要再花四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一个太阳日 要比一个恒星日来得长 大约会长四分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